喂喂喂喂 喂喂喂喂 喂喂喂 好一些正常 话筒都开着的 都开着的 好 你打开直播我的看一眼 好的 我带那个 这个字幕他是不是还需要带灯一遍 带灯一遍 这个助手需要灯一遍 助手灯完了 然后字幕他好像有影 字幕应该不需要 字幕不需要 字幕不需要 好的 字幕你本身就在字幕里面 好的 你只需要分享屏幕就好了 嗯 然后他现在出现是这样的状况 我给您拍一下 你是不是没有resources 他说 好像停止了 是吧 我的需要重新吧 嗯 你在那就可以 你在那直播就好了 然后我让那个齐王王老师再打开一遍 嗯 刚才两个人抢了以后 就是一停止 就自动停止了 哦 嗯 我赶紧让齐王王老师再打开一下 王老师看我这边的声音没问题吧 嗯 听听声音挺好的 李老师 好 那就行 有的时候这个 我这个耳机啊 或者是麦克风啊 会自动的就断掉 嗯 我看您那个教那个 前面那些内容我看了 真好 很小老师就这样 去教动作 然后教那个解招 您都给每个招式的用法解法都有 真好 好 谢谢 谢谢喜欢 那个丽莎是在哪个国家 我在中国天津 哦 真的啊 哦 那现在是中国的下午的时间是吗 对 现在算是马上五点了 下午五点 十七点 哦 哦 真好 哎呀真是真是 我以为你在欧洲哪个国家 哦 那这个就周末加班了 给我们做周末加班 没有没有 我非常喜欢您 然后您练得非常好 在那个太学堂也看过您好多课程 哦 太好了 谢谢 那你在国内是在哪个太极拳的站点吗 或者是怎么在国内怎么练呢 我现在是刚退休不久 然后老年大学也练 家门口也有老年人一块聚集的脸 哦 就现在还是属于是没有跟着一个组织 没有跟着一个固定的 不是有一个 现在有一个是和平武协那个原文化太极堆 哦 哦 天津哪儿啊 你在 在天津河北中山路这块 我们家住在哪儿 住河北 哦 我去过天津 太好了 对 以前我父母在那天津生活过 嗯 他在天津哪个区域 嗯 叫 哎呀 他们叫 七中啊 以前有没有个女七中啊 以前的 女一中 那 现在可能已经改名了 叫 我还 嗯 我去 和平区挺繁华的地带吧 和平区那边 对 那个 就是话说 这得 就得 他们上学的时候 我父母上学的时候 他们现在已经八十 哇 这得有六十 五六十年前了 肯定变化很大了 后来我在14年 2014年的时候 再又去过一次天津 还特别 重奔了一下 他们曾经上学过的地方 哈哈 多好 哈哈哈 对对对 天津挺好的 嗯 对 而且离北京很近 嗯 坐火车半个多小时就到 对对 嗯 去着很方便 下回 等等这个疫情结束了 我们可以 好 可以来过的时候 对 那是 咱就能聚会了 是的 好 嗯 看看王老师 那个 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嗯 嗯 好 我们先稍等两分钟啊 咱们等那个奇幻网的老师把那个直播打开 嗯 刚才奇幻网的直播给断了 就是那个中间停了 它已经停止了 哦 哦 是咱们设置的还是要 呃 国那个奇幻网那边设置的 奇幻网它可能设了这个自动停止了 因为这边这个账号一停吧 它那边也停了 哦 有一个直播的停止 哦 现在把它请它打开 嗯 嗯 那就刚才应该不停 就让它直接 对 那个嗯 不停接着播就好了 嗯 嗯 行 没关系 等一下 嗯 现在聊天时已经有九个人了 嗯 哦 是啊 哦 我还看不到 哦 聊天时 就是他们有另外的那个等候时是吧 对 再给他们翻一下 好 我们先稍等两分钟哈 然后看一个短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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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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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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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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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了可以了 我机器上在直播 哦好好的 这些技术问题 这些技术问题 都是靠这个王老师和各位老师的 来来及时的解决 好 那王老师你就主持一下 跟大家 然后我来接着 好的好的 首先感谢这个李老师 在百忙之中 投出时间来给我们上课 这个课呢 就是非常实用对我们来说 我们呢就是都是看着 李德映老师的视频长大的 就是看这个视频呢 我们就能够学出一个大概的样子 这次的视频之后收获特别大 欧洲太极文化传播中心 在这里面呢有一个播放列表 就是叫一周一太极 瑜伽健和李辉老师 一起举办的 目前我们已经举办了14期了 14期节目 包括这个 讲的非常的细致 全套内容都在这里了 国内的朋友呢 可以在奇方网上 找到这个全部的内容 好的 今天李辉老师 讲最后四个动作 转身斑斓锤 如风似臂 十字手 收拾 好的 期待李辉老师的分享 谢谢 谢谢 谢谢王老师 欢迎大家来参加 咱们这个24世直播间 最后这一堂 最后这一堂讲座 这个周末呢 刚好是一个特殊的 这个时间 是特别 活动特别多 这个周末从周四 昨天是周五 从四月的六月的 二号三号四号 反正就是四五六日 这连续四天 是英国举国上下 大街小巷 是在欢庆的时间 所以活动特别多 我们欢庆什么呢 是英国女王 继登基七十周年 叫做白金喜庆 是非常非常 她是一个非常传奇性的女性 在位了 从二十多岁在位 在英国 就是一直是 是最长的 这个任期最长的 在这个皇家历届 皇家以后 她是创造了 这个长生和长寿 还有她这个最稳固的 执政期间的 这个政绩历史 所以 英国举国都在欢庆 我也是一直在忙于 各种各样 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 今天正好 包括明天 我会去在伦敦 去做一个这个 庆典 女王登基庆典 这么一个表演活动 所以就把咱们今天的 这个讲座呢 就移到星期六 所以也非常知道 大家都很繁忙 那个感谢大家在百忙当中 来跟我一起分享 最后太极拳的这个 最后一次讲座 在讲座之前呢 虽然我们太极 二十四是太极拳 我们基本上 把她的这个动作的规格 和她的一些太极拳的要领和原理 跟大家分享的一些 虽然我们这个套路是接近尾声了 还有最后这四个动作 但是这只是 我希望大家呢 觉得这只是在开启太极拳 修炼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门 这我们现在大概去把这个框架 知道了 或者是她的一些运行特点 包括健身的原理知道了 最关键的是什么 最关键的是大家要有体验 所有的学习 一定要最后落实到 你变成自己的体验 才真正是有学习的效果 不管是任何一个技能 所以希望大家呢 通过这几次的讲座 能够至少有对太极拳一种热爱 或者激发大家对太极拳学习的这么一种激情 那么通过对太极拳 由简入身 由简入繁 这么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也是慢慢来 你一定会 只要你再坚持去练 你就会发现身体的这种变化 那么太极拳不跟其他的运动 是非常非常不同的 因为他的真的是走入我们 对于内心自我感知的这么一个觉醒 他不只是一个思维的觉醒 思维的觉醒是关键的一步 最重要的觉醒是通过思维的改变 那么对自己身体里面的 比如说我们常说的内气啊 内力啊 内劲啊 和这种意气心神力 他整体的从内之外的这么一种深度的感知 这种感知是普通的 通常我们做健身运动 比如说就是光是一个跑步啊 或者是光是一个游泳啊 或者光是一个打球 他的健身的这种特点方式是很不同的 所以也就有的时候让大家觉得 哎呀太极拳这么慢 他能有健身效果吗 是不是 尤其是年轻人就觉得 你这么慢的他能有吗 所以就是在思想上 首先要认识到那么太极拳的这种 这种独特的心身锻炼方法 他独特在什么地方 他为什么会有健身效果 然后就是一步一步的去体验 真正找到他的内外兼修的这种乐趣 还有就是我们真正能够找到内心那种平和 是在一种舒缓自然圆融顺达的这种状态下 我这个练完了以后 我不像跑步 这个气喘吁吁 我不会就喘不过气来 但是我身体能够感觉到发热 有点出汗 能够跟其他的运动达到同样的效果 你就会发现 原来这种运动实际上 慢并不代表 是身体在没有变化 慢现在应该确切来讲是心的快 慢就是快 为什么 在快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没有时间去体验 我们身体的内部的变化 细微的变化 当你慢下来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 很多你身体的真正的觉醒 才正在开始 所以讲一下 在我们最后一堂这个讲座之前 是希望通过这个系列讲座 能够带领大家进入这个太极 这个大的殿堂 这个殿堂里面有很多很多大家 他承载的东西非常非常多 大家需要什么都可以在这个 整个这个太极的殿堂里面 因为一阴一阳 就是宇宙嘛 宇宙变化的规律一阴一阳 那么太极全是通过 我对肢体 对我们这个运动状态 这么一个结合 不管是在 是在这个 我们的意念上 他最后要落实到 我们的招法 招数 动作和规范上 他是完全是 形成了一个载体 那么在这个殿堂里面 我们不但能够体会到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这种阴阳变化 那么处处有太极 处处有阴阳 我们都会说 就是他怎么样体现在 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变化当中 怎么样身体和自然变化的 完美的统一 所以这个呢 是希望通过24世太极拳 作为一个钥匙和一个 这个门 让大家能够进入 更更广阔的 这个太极的天地 好 那我现在就想计划一下 我们今天作为一堂讲座来讲 我们要分享的内容 那我要分享的内容呢 首先是把这几个动作 这四个动作的动作规范 还是通过动作的规范 跟大家过一遍 很多朋友我知道 以前练过24世太极拳 是很久以前 或者是当时练的时候 没有学得特别深入和仔细 那么就请大家 通过我们对这几四个动作的 动作规范 它包括它的转换 那么能够更多的 更细致的了解一下 它的这个变化 和怎么样能够提高 怎么样能够练得更好 练得更舒服 是吧 这是首先第一点 我们要 然后呢 我想通过这几个动作 也是分享一下 我们太极拳经常说的一些 这种 它的韵味 怎么样能够不但 就是学会 能够还练好 能打出它的味道来 那好多有味道呢 它是属于一种 演练 或者是它要感觉到 你的内外相合 那么在这个这些方面呢 我想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上一次我们讲的 着重讲的是 这个怎么样才能作为 这个动中有静 连绵不断 那这次呢 我想通过这几个动作 说一下太极拳的原理 一个重要的原理 叫做松腰 大家都经常听这句话 那么在几个动作里面呢 我们要一个是松腰 然后我们说一下 上下相随 这个上下相随 也是一个太极拳的原理 那怎么样能够做到 上下相随 能够把这个太极拳的味道 打出来 好 然后最后回答一下 大家的 如果有一些问题 那这就是今天 我们的三个部分 在我们第一部分 开始的时候呢 我想先请大家 把这几个动作看一下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连贯的 这几个动作的连贯演练 那么是面向的镜头 这个 大家也说一下 有的时候方向感 也会让大家稍微 哦 那个 找不到一下 找不到北了 蒙了 所以我先跟大家说好 我们的坐标呢 是我面向的地方啊 就现在我面向的这个镜头 是我们的 呃 十二点钟 或者 就是我们向南 假设我们向南起势 那么 我就跟大家 呃 做一下最后这几个动作 这几个动作 基本上 我们要回到 起势的方向 我们起势的方向 是面向南方 呃 十二点钟 如果是在地上 有个表盘的话 是十二点钟 那么我们要 收势的时候 要回到这个方向 这也是我们 就对于太极的这种 阴阳的 呃 一种 指线 啊 就是我们要 回到初始的状态 回到无极的状态 是吧 我们从无极的状态 开始进入太极的状态 那么我们在 整个行全 行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回到 无极的状态 对不对 呃 所以 我最后收势的方向 要十二点钟 向南 那么我们最后 呃 这个方向 我们假如说是九点 呃 是我们的 这个 嗯 那是 西 往上 这个是我们的北 这是南 这是北 好 我们现在是向这个方向 从海底针 扇通背 扇通背 我们上一节课 交到这个位置 转身 搬栏锤 好 联贯演练 横梁 横梁 十字手 收拾 我可能要调整一下我的镜头 感觉好像脚 刚才这个脚好像没有进去镜头 是吧 现在好像好一些 这样的话 我们再把这几个动作 再重新做一下 现在能够看到脚的位置 刚才我以为看到 但是收拾的时候好像没有看到 现在我们再把刚才这几个动作 再稍微演示一下 由手和脚的 从闪通背开始 到转身翻蓝锤 由风至闭 十字熟 收拾 好的 现在应该大家都看到完整的示范了 现在我们从第一个动作来开始 把它分解一下 分解的过程当中呢 我希望大家比较注意的时候 我会跟大家说一下动作的转换 包括我们的步子的步行 步法 手形的变化 还有身形的变化 所以这个是我们分解的原因 这个动作是一个斑斓锤 是一个比较长的动作 这个动作的长的包括有三个部分 这三个部分 一个是用拳来做一个 蓝阻拦 阻结 这叫斑 斑 这是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 它包括了这三个 三个季季的应用 一个是用拳去阻拦 然后第二个是蓝 蓝是用掌 用掌从旁边来去做一个 又是一个阻拦 这个时候也是在阻拦的过程当中呢 是一个隐 它是隐进 也是一个隐进落空的 有我们对手进攻的时候呢 就是第二个 第三个是锤 第三个是锤 这有三个部分的工房含义 我们在分解过程当中呢 就是把这三个 它的手型的变化 大家要注意一下 好 我把这个动作分动 跟大家带一遍 如果大家有这个位置的话 你可以站起来 跟我一起体验一下 这个动作我会做得比较慢 大家在跟 我就带练吧 就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做 然后就是在听 这个动作要领的同时 自己也体验一下 好 如果你有位置的话 跟我一起 我现在是 像 刚才我们说过这个方向 你自己找一下 像我刚才12点钟的 右手右侧的方向 那你也可以 自己定一个12点钟 在什么地方 然后你的右侧 从这个角度开始 或者你就面向镜头 这样的话你看得比较清楚 现在我们要开始 做分动演练 一 重心后移 后脚转腰 二 背上镜头 让他看得比较清楚 轻心左移 握拳 右手 右掌变拳 收脚 右脚收进来 三 做一个 上步 扳 扳拳 这个时候 重心呢 是在后脚 不要太靠前 不要往前走 要坐住 四 撇脚转腰 撇脚转腰 拳 要慢慢内旋 内旋 重心前移 上步 再上一步 左脚上步 拳收到腰间 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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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开始 做一个拦 拦掌 这个时候是移掌 来拦 最后 要移中心 成一个公步 打拳 拳呢 是从腰间 向前打出去 最后 成事 左掌 是负在右掌 右掌的内侧 这个是我们左掌的位置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动作 刚才是慢动作 或者是分解动作 给大家说了一遍 那么我们现在再看一下 手和手型的变化 手型的变化 平常我们做的是掌嘛 刚才像 山中背啊 这种 或者是推掌 这就是掌型的变化 这是我们的平常太极掌 尤其是阳式太极掌 是感觉掌心有点空的 手指是 微微张开 感觉好像你的手呢 是在一个球的球面上 好像用你的掌心啊 去把这个球掐住一样 拿起来呀 所以它的掌心呢 是有一点点空 那个手指是自然分开的 不要有这种着力啊 不要就是争着状态 它是一种放松状态的 自然微张的 对 那么拳 掌 变成拳 怎么变呢 是 用我们的就是手指啊 手指慢慢 慢慢 卷 卷握 这个拳呢 不要握得特别死 这个拳握拳的时候 不是好像我们要做拳击那种样子 就是特别死 不需要那么死 它只要是握实了就可以啊 不是空拳 大家看一下 这是空拳 中间是空的 我们不要握空拳 握死了就可以 你可以 这样 或者是这样找 中指卷进来以后 卷到你的 劳工穴 这个劳工 是实的就可以 然后拇指压在 这个 指关节上 压住就可以 这个就是我们武术的拳 那么介绍这个拳的同时呢 要介绍一下几个位置啊 在这个 拇指和我们的这个食指 形成的这个 形成的这个 小圆圈我们叫做拳眼 拳眼 这个位置 然后竖起来以后呢 前面这个位置 我们叫做拳面 拳面 大家能不能看 这样看得很清楚 这个拳向前的时候 这个我们叫拳面 这个叫拳眼 然后呢 你要是转过来 在外旋转过来 这就是手心嘛 就是手心 所以我们会用拳的位置 来这样形容 比如说拳眼是朝上的 或者是拳眼是朝 向外的 或者手心是朝上的 所以拳的位置会有变化 所以大家也可以 那个留意一下啊 在我们收回来的时候 或者是打出去的时候 包括我们在搬的时候 你看拳是在变化的 所以这个是拳背 背面 就是掌心 拳眼 还有拳面 所以我们 稍后会用这些 名称 去形容这个拳的位置 另外那只手 还是左手 还是以掌为主 一手是拳 一手是掌 这是我们的 在手上的变化 那么现在再看一下 这个动作我们步行步法上面的变化 我们在开始做上通背的时候 之前这个动作 上通背的时候 是公布 上次我们特别讲了公布 有不同的类型的公布 有顺公布 有傲公布 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啊 如果没有印象的话 可以看回放 从这个 它不同的在什么 它的宽度 中间的横向的宽度 会有一点小小的不同 根据我们的需要 有一些不同的 像我们这个扇通背 它就是顺公布 这同侧的手与脚在前面 这个时候不行 我们要换 移重心 先不说手啊 你看重心后坐 后移 后脚转腰 后脚转腰 对 一定要移体的 不能够有先有后 然后再重心慢慢左移 重心向左 移过来 收脚 这个时候 右脚先脚跟先提 在脚尖收 然后 出脚的时候呢 以脚跟落 脚跟落 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要注意 你的脚跟 和后脚的脚跟 落的位置 要基本上是一条直线 我再向前 在这个转下镜头 看一下 从刚才我们的顺公布啊 后移 重心后移 后脚转腰 然后重心左移 移 移回来 收脚 这些都是要 这个过程当中 都是要轻起轻落 然后 我们做 弯蓝锤的时候 这个脚跟落的时候呢 要尽量 跟我们后脚跟 是一条直线上 不要 落到这儿 或者是落到这儿 主要是因为 我们这个腰和手的 对我们 配合 如果要是 扭曲的 你这个腰和胯是转过来的 对吧 大家可以能够感觉受一下 你这个是 你的手想转 但你的腰 是在另外一次 它就变成一种 不顺 这个内劲呢 气和力 它就没办法顺达的 达到你的 掌的外侧 如果太宽了 这个太宽了 也是 没有 没有办法 能够让这个 扳 去有效的去扳 所以最好的 最合理的 位置 是脚 这个脉出 出骨的时候 这个脚跟呢 基本上是 你后脚的脚跟是一致 这个时候呢 你的重心也比较稳定 然后你的松腰落胯 这个动作的中间的转合 也是比较顺畅 松楼顺畅 让它自然 你能够坐下来 然后因为马上接着 我们的脚呢 又是 撇脚转腰 然后再上步 中心 再上步 你看 这个时候最后一步 是因为我们要做 奥公布了 最后打拳的时候 是一个奥公布 所以这个时候 最后这一步 我们中间的 两脚的宽度 要稍微宽一点 这个时候是 上一节课 我们在做 玉女穿梭 记得吗 从 金基独立 玉女穿梭的时候 特别讲了一下 顺公布和奥公布的 一点点细背的差别 你别看这细背的差别 等到你真是练拳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这一点细背的差别 它会让你感受完全不一样 而且舒服松顺了很多 所以步行步法呢 尽量的规范 这样的话 对你的上身 如果我们的根基 是顺畅顺畅的 那你的腰和胯 它整个上肢的这种 灵活的转换 就很 水到渠长 就很自然的 好 现在我们说了手的变化 又说了脚的变化 那就把这几个动作 这手和脚呢 一起再做一遍 把这个动作 好 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做一下 从闪中背开始 好 走一 重心后移 后脚转腰 对 两只手呢 是慢慢随着腰的转动 有一点点变化 二 重心后移 收脚握拳 收脚握拳 三 看一下我们落脚的位置 掌握一下 同时 同时 手脚同时 三 做一个扳 扳拳 扳拳的时候 是有一点点微微的躯壁 胳膊不要伸得太直 太死 要以那个腕关 肘关节为肘 向外坏 在弧线 弧线 去做一个翻 最后的 你感觉的力点 是在你的 掌的掌背 和 胳膊前臂的外侧 这个时候 手心是朝上的 拳心是朝上的 拳眼是朝侧面 下面要做蓝 撇脚 转腰 转腰 重心前移 然后你的拳 要内旋 要旋转 向回收到腰间 脉步 左手 左手 向前 去拦 用掌 去拦 右手 拳 收到腰间 拳心 朝上 拳眼 朝侧 或者说 小指 是在你的腰间 眼睛看着前手 我们再做蓝的动作 最后 移重心 做成弓步 然后打拳 这个时候 右手的拳呢 从拳心朝上 拳眼朝侧 拳转 最后打拳的方向 最后打拳的位置 是拳面 朝前 拳眼朝上 对 左手 附在 右 左关节的内侧 这个是我们的 锤 斑 蓝 锤 好的 刚才已经说过 这三个 鸡鸡的 特点 那么大家 我已经反复强调过 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我们太极拳呢 是不打人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要强调 攻防含义呢 我们都已经经常说 我太极拳是不打人 不去 第一我们不是 太极拳是一个哲学拳 它是哲拳 它不是一种 就是 就是为了去打架 或者是为了去真正在这种实战上面 去有度 就是它的主导思想 应该是以这个长寿和这个 以柔克刚 它是一种战术 为主导思想 它是在修炼更高一层的这种身心的状态 所以 为什么我们还要反复地强调 它的攻防含义呢 有两点 大家要记住 攻防含义通常是给你动作标准 或者动作这个规格的一个直接的答案 就是当我们了解了你在做什么的时候 当你能够想象得出来 我们这个动作在做什么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做出正确的动作和正确的判断 就像比如说我们去打羽毛球 或者是打网球 那么你这个目标很明确 哎 球来了 你要接球 你要把这个球打回去 这个目标非常明确的时候 你身体里面 就是你的意念啊 还有你的目的 包括你的动作 自然的就配合着去接球了 对吧 因为我们要有一个 这个脑子里面要有这么一个概念 我们这个动作是在做什么 它的故事是什么 它的主导思想是在做什么 这个招法是在做什么 这样的话它直接 能够回答你很多 就是这个动作形成的正确性这个问题 能够解决我们这个问题 所以不管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用太极 我觉得这个不一定是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去讨论它的这种实战性太极的就是真正能不能打呀 它的实战性 这种虚实转换和你各种虚实转换和你各种虚发这种尽力的拿捏它直接就给了你指导的思想 所以我们还是要理解每一个动作的工房含乎含义 第二是当你理解了动作的工房含义以后 这个动作它就变得有意思了 变得有意思了 就是我们在形容每一个动作的开始它就有一个启程转和 是吧 它你就不是说一个撕水一谈 我给大家就是展示一下 假如说我这个动作是没有任何意义啊 没有任何意义的 它没有一个story在后面 那可以 我们也可以这样 这种练法 或者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 就是说有的时候眼睛和手是没有关系的 那个腿和手也是没有关系的 当你没有这种故事情节或者是这种工房含义的时候 它不需要 就是说或者是它没有那么重要性的你去觉得需要配合 对吗 最后我的定势看起来是差不多的就行了 但实际上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是没有 没有呼应的 就是手和眼 比如说眼和手是没有呼应的 手和脚也是没有呼应的 那身体也是没有主宰的 在这种你没有理解这个工房含义的情况下 它这个动作是没有灵魂的 没有这个内在的 当你理解了这种工房含义的时候 它就这个动作就变成有意思 它就变活了 它就活起来了 它就变成是有意思的东西了 就像我们读一段画一样 这个画面感就出来了 就是这段文字就有画面感了 我们就觉得引人入胜 原来这个人物出现它是有意义的 对吧 所以它会让我们的动作变得内容丰富 有灵魂 所以这是两个我们为什么要一直解释动作的工房含义 好 现在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的解说 下一个动作是如风似壁 如风似壁这个动作呢 比刚才的斑蓝锤相对讲要容易很多 因为没有首先它的这个动作的工房含义 它就是比较单一 它没有三个部分 我们刚才已经做到斑蓝锤了 是吧 已经做了斑蓝锤 然后我们要做的是下一个动作 如风似壁 这就是我们的三个分解部分 手的变化 我们还是来分部分来说一下 从刚才的我们的锤 手的变化 左手先从我们走关节前面 往下往前 那么右手是全面掌 全面掌 引进落空 如果假想我们的对手 来推我的肩 从这个位置 我们要向前穿一下 然后右手的全面掌 来 对 把它引进来 那我们你可以假想一下 我这个对手 我在向你推的时候 你没有反击 反而往后退了 那你看我这个力 我这个力怎么办 是不是就继续跟着走了 是不是 就是引进落空了对吧 所以我们先让他跟着他的力 哎 你不是来吗 请来吧 请进来吧 然后又是去化掉他这个力气 这个我在推的时候 哎哎呦哎呦 我就化被化掉了 是吧 所以这个是化的过程当中 化了以后呢 哎 他的身体已经向我靠近了 哎 那我就 借力 推打力 再把它送回去 哎 你看 我这已经到这了 我这 我假如说我是对方 对手的话 因为我觉得不对劲了 我走得太前了 我都快往前跌倒了 那我得赶快回来吧 是不是 自然的就会往回走 哎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把 送他一下 哎 他往前了 我就往 我往后 他往前 然后 哎 他要往后 我就送你一程 又是咱们这个 太极的 这种 顺势而为的 思维方式 是吧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手上的 这个 变化 手 要 引进 有一个翻掌 慢慢翻 翻的时候呢 要注意 沉肩 要注意沉肩 不要往上耸肩 沉肩 落肘 肘要下沉 不要翻肘 不要往外走 哎 肘关节要下来 沉肩 坠肘 这个手呢 向下 稍微翻一翻 然后 掌根 掌颜 感觉 向前推 从下 我们把它 引下 引下来以后 快到我们的腰 合腰 松腰 落臀 收尾驴 然后从 立 从后脚 从我们的腰 再向前 推出去 你就感觉这有一股 有一股 有一股 这个大地 有一股力 就是我们的根嘛 后脚 从 力从后脚 发于根 发于脚 然后主宰于腰 到腰 行到腰上 你在收尾驴 松腰落臀的时候 就是要开这个维吕关 让这个 我们的气血 让这个内劲 内力 向上行 上行通过腰 通过背 然后 打鱼指 打鱼指 最后 推出去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种 不但是松 是沉 但还有前后的 对拔 拉伸的感觉 手向前 掌根向前 但是你还有一种 在这个 家体观 或者是在这个背的时候 你还要有一种 向后的感觉 所以它是前后 是一种平衡式的 这种 对拔拉伸 当然还有 向上和下的 这种对拔拉伸 摆跪要上领 我们的 跪阴 或者尾椎骨 要下沉 它是有个向上和向下的 对拔拉伸 这个就是我们的 横劲 我们要找的这种 动作的 结尾 定势的时候 要有这种 内气 外胀 这种膨胀的感觉 这个就是我们 全谱上说的是 唯语 中正 神灌顶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气血 所有的 这个经络 都是在 开放 让那个气血 就是直接顺达 所有的 不通 我们身体里面的疼啊痛啊 都是因为不通 那么 在这些太极拳的时候 这种 膨胀 每一个动作 贯穿始终 每一个动作的膨胀 它都是 让这个气血啊 充分的流畅 然后 你就会感觉到 哦 其实身体里面的那些痛 或者就都在 不知不觉当中 就感觉是轻松不少啊 也没有那么痛啊 像颈椎啊 腰椎啊 就没有那么痛 实际上都是在 行全过程当中 已经在 再治疗了 帮助我们 那个康复了 好 我们再把这个动作 脚的动作 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刚才从我们的 呃 公布 去 斑斓锤的锤以后 其实公布 没有变化 只是它有重心 重心要 坐回来 坐回来的时候 一定要想着 我们的尾椎要下沉 啊 这叫我们的松腰 孙腰 尾椎 收尾椎 然后感觉到 我们的这个腰的部分呢 路背呢 是往下沉的 假如说你能够想象的话 是我们的 会音的部分 要稍微更向地面 要接触啊 就是方向 要向地面沉一沉 然后 再向前 推 对啊 千万不要这个 这个 常见的 错误 是手下去了 啊 我们就注重手了 但是实际上身体是往上走的 身体又是往上走 所以一定要身体要下沉 手和身体要一致 下沉 然后 再向上 再向前 好 这个动作呢 手和脚 我们就已经把它 拆解和分解的讲了一下 咱们把这个动作 再复习一次 再复习一次 就进入下一个动作 从刚才的 锤 开始 无风四壁 一 二 后坐 后引 三 前移重心 推出去 好 下面 十字手 我们做一下分动的十字手演练 一 后移重心 扣脚 二 继续 移重心 把右脚 右脚 外移 脚尖外移 所以你继续 移重心 膝盖与脚尖是同一个方向的 这个时候 我们的手 是自然的 在你这个膝盖的上侧 后脚也是 后手也是 二 这个是三 我们可以叫二 也可以叫三 看着怎么分解了 三 要移重心 重心向左移 扣脚 把右脚扣进来 这就开始要合宽了 合胯了 手也是慢慢的向下 开始 要合起来 然后继续移重心 把右脚 脚跟提起来 收右脚 收到与肩同宽 两手是相合的 然后向上 重心向上 到这个位置 大家请注意 到这个位置 我是两脚与肩同宽 自然直立 两手交叉 像一个十字 十字一样 到这个位置 是十字手的结束 我们当我们说动作规格的时候 每一个动作的开始 和每一个动作的结束 如果是比赛的话 这个是要非常清楚的 大家心里面一定要有这个数 经常犯的错误 是因为太极是连绵不断的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很多拳友 他其实是不知道 这个动作的在什么时候开始 在什么时候结束 所以就造成了呢 因为心里面没数 所以就 就是 那种 没有重点 没有重点 就像说一句话一样 他这个重点在哪 他其实不知道 没有结束 假如我这样做一下 我看到很多 咱们的十字手呢 是这样做的 做到这儿 十字手 然后 实际上 你重心上移的时候 还是 是十字手的结束 在收拾的时候 才是两手打开 两手下落 大家能看 看得清楚吗 或者是理解吗 十字手不是 在这个位置 十字手的结束 不是 驱蹲 落胯 坐在这儿 手是手是交叉 不是在这儿 十字手的结束 是重心已经上移了 你的身体已经自然站立了 这个地方是十字手是十字手的结束 然后才是收拾的开始和结束 虽然这个动作 虽然这个动作并不难 但是这个细节经常是被误解 所以我在这儿 所以我在这儿也稍微跟大家提醒一下 请大家再跟我一起做一下这个十字手 从刚才的公布推长 无风丝 无风丝必开始 好 一 中心后移 扣脚 开始转腰了 二 扣脚完了一共 继续转 你看我的右脚在调整 一直在调整 脚尖和膝盖都是同一个方向 手也是三者 手 手 膝 和脚 都是同一个方向 斜的方向 三 重心回移 到左脚 开始扣 两手开始和 重心左移 右脚扣进来 四 收脚 两手继续和 上身慢慢向起身 慢慢起身 到这个位置 四 是十字手的结束 收拾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做 一 两手 慢慢地 徐缓地 与肩同欢 二 好 慢徐缓地下落 落到两侧 三 移重心 严起 点落 左脚收回到右脚 就是平稳地 自然地 回到 无极的状态 我们起式的时候 或者预备式的时候 就是这种状态 对吧 身体自然站立 身体自然站立 心静体松 顶头树向 沉肩 然后下额微收 舌顶上额 这个状态和位置 是我们要回到收拾的时候 回到的这个状态 回到我们无情的状态 好 现在我们再把最后这个十字手和收拾 带着大家做一遍 那么基本上这个手形的变化没有太多了 那我们就手脚张的变化 大家也看清楚 然后就看看大家的什么问题 好 最后一遍 大家可以跟我把这个 最后这个十字手收拾做一下 好的 几备 走 一 后一重心 扣脚 转腰 二 继续 右脚 右膝 打开 三 一重心 扣脚 扣右脚 这回 两手开始合 四 继续 一重心 收脚 两手交叉 重心 上移 自然站立 好 收拾 一 两手打开 以肩同关 二 自然下落 到体侧 三 重心向右移 收脚 继续 好的 好 大家可以稍微动一下手和脚 可以想一下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待会儿我可以跟大家互动一下 问一下问题 在这几个动作当中我想提炼一下 咱们练太极拳不管是练什么套路的太极拳 太极拳有些共性 而且全理全法 我们要说 这个今天我们想我想就是强调的是一个是松腰松腰 我们说的是松腰实际上不只是腰啊松腰是呃因为拳主张是这么说所以但是松腰其实包括不只是腰的这一个腰带的这个位置它实际上是包括了我们的腰和宽 胖是我们的股骨头啊这个大股骨头啊这个股骨头啊这个股关节 股关节还有我们的盆骨还有我们的盆腔包括我们的底椎骨就是北领域包括这一块包括我们的会衣整个这这中间的这整体的部分 我们统一啊或者是经常呃我们通常指的送腰腰跨或者是宽这我名称很多啊都是指的这一个这中间这一部分这一部分一定要呃是平常我们非常不容易松下来的 你可以想一下,平常我们做家务活的时候,或者是工作的时候,我们通常的这种状态都是这样的,对吧? 你看像做电脑一样,或者手机一样,你看就是各种,它实际上我们这个腰胯的这个地方是非常不容易松的, 平常包括我们做饭,买菜,或者是洗衣服,拿东西,实际上都是这一块最受力的地方,所以是非常不容易松下来, 练太极拳的时候就是特别好的练习,调整身形,放松这个中间这一块,防止我们有这种腰腿啊,这种痛, 现在的这种病痛啊,特别多,就是做的时间长了,哎呀,腰椎也不舒服,坐骨神经也痛, 各种各样的这种现代生活的这种生活的疾病吧,它实际上都是因为没有松腰,没有松垮,松宽, 所以大家在练习菜籍拳特别好的一种理疗的方式啊,你又练拳了,又在理疗了,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维履啊,这个维履一定要坐下来, 好像你可以想象一下有一根线啊,维履上面大有一根线, 这根线呢,一直是通向你的脚跟啊,脚底啊,像这个地面, 因为上面那条线是从百会啊,从百会向你往上走, 哎,下面这条线,也有一条线,它一定要让你把,你要感觉到是坐住了, 你要是觉得累的话,要通常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会感觉有点累, 但是,这为什么要松呢,要让感觉这种着力,累的那种着力呢, 是要慢慢慢慢化掉,化到从这个前后腿去化掉, 让它通过心静体松的呼吸慢慢调整去化掉, 你当你习惯了这种感觉到这种松和沉的感觉以后, 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上,上肢和下肢, 它,它的自然的协调度就会马上就提升, 我们手脚上下没有办法协调, 比如说这个斑蓝拳的这个动作啊, 我们最常见的动作,最常见的这个不协调, 就是脚快手慢,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 你看,脚一出,重心就移走了, 重心就移了,然后把这个拳搬出去, 实际上这个,你的重心已经到了, 就是已经没有办法让你再去做下面的那个蓝的动作, 所以还要再把重心做回来,再调整, 再做下面一个动作, 就像这种不协调的状况就时有发生, 最关键的是没有协调好, 你的中心和脚和手没有协调好, 它们不是用腰带的手和脚去走, 就直接手脚就觉得累了, 一累了,就重心就前移了, 然后就忘记这个手, 还有下面动作,或者忘记腰, 都是我们在学练太极拳过程当中, 容易发生的这种常见错误, 或者常见的毛病, 毛病的一大部分的原因, 是因为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松腰松胯, 这个维吾没有办法松下来, 当它真正松下来的时候, 它是一个连接, 这个身体的中间部分, 它是连接身体上下, 连接的一个纽带, 就像我们的开车的方向盘一样, 我们这个开车的轮路, 它左拐右拐, 不是轮路自己, 不是我们的车胎啊, 车轮胎啊, 它自己拐, 它是因为这个方向盘, 指挥着它, 向任何一个方向走, 是吗? 所以我们这个腰, 就是像一个方向盘一样, 但是这个方向盘, 一定得, 一定得有用, 你要是用好了 他才能带着腰腿走 但是你要没有用它 你要太紧了 没有用它 那其实就是他自己在走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有的时候呢 练了太极拳很久 很长时间的人 他还没有很好的这种 掌握太极拳的这种味道 大家可以尽量地去 在这个腰松腰落臀 和这个腰胯上面去找答案 我们就是我父亲 不仅在我想的时候 经常听到他说一句话 后来我也觉得 就是松腰松话的另外一种解释 他就说 在初开始学太极拳的时候呢 大家都是用手打 大家都是在用手在打拳 等到你打到入了门了 等到到这种提高 非常已经开始 露出来这个拳的味道的时候 你就开始不要用手打 不是用手去打拳 你是在用腰去打拳 你是要用腰去打拳 手呢 它只是这种腰的变化的一种体现 就一定要走这个腰 腰跨你再打拳 这个是他以前经常讲的 实际上我现在也分享给大家 也是让大家多思考 在开始阶段的时候 我们都是用手打拳 这个没问题 因为是一个 是初学阶段必须经过的 没有 就像我们开始学弹琴啊 或者拉琴啊 或者任何一项技能 都要从一个最基本的开始 这个是由浅入深 是必经的过程 但是呢 一定要有不断提高的这种意识 一定要有不断深入的这种意识 如果这种意识没有的话 那我们可能练十年拳 都还是停留在用手打拳 这个水平和阶段 如果要是我们有这个意识的话 哦 其实是通过开始的这种手打拳 能够建筑家境 能够感觉到 哦 其实我这个手的运行 是在我们是腰 是腰来带领的 我们是腰来做文章 你会忽然发现 别有洞天 就忽然发现一种新的境界 新的感受 这就是提高 不断提高的过程 好的 今天我需要的两项内容 跟大家分享的已经结束了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好 好的 谢谢李老师 讲得非常精彩 你刚才学的那几个 就是用手打拳的那几个动作 太像了 因为我们经常看到 有些业余的这个 打拳的完全没有太极的味道 打的就是像个体操一样 轻轻的笔划着 没有那个味道 如果要是根据您这些视频 一朝一世的这么学下来 那个味道肯定就特别浓郁了 所以我们需要花 比较长的时间 来消化吸收 您讲的这个八堂课的内容 好 谢谢您 好不客气 希望大家这个权益的权益不断的精进 真是学无止境啊 尤其是咱们中国文化 它真的是承载的东西特别多 你越你会发现 越练越有意思 因为你发现的东西就越来越多 这个它在很 又入门的情况下 就很容易入门 因为大家就跟着 跟着练嘛 不管是练成什么样 谁都可以练 谁都能够受益 它在不同的层面上 能够渐渐的让你 体会到 不断的体会到 更深一层的东西 这个中国文化 非常非常这个博大精深 希望大家不断的深入 对 是的 就是把您讲的那个 那个第一个动作 仔仔细细的学会了 然后把它给练好了 后面的这个就是 道理就是一样了 后面就快了 所以在学第一个动作的时候 花的时间特别长 但是学完以后非常受益 就是说呢 哪怕我只会一个动作 但是打出来以后呢 你就能够体会到 太极的魅力 如果说我只是忙于学动作 学那个架势 而不学太极的精髓的话 就永远找不到 太极的感觉 对 对对对 所以就是我们为什么 现在说慢就是快 看起来是慢 因为我们动作的数量少 就感觉进步的慢 但实际上 因为我们深入了 就是你学的这种 动作的质量高了 实际上 你收获的 这种深层的东西 其实是更多的 触类旁通的这种感受 会很深的 所以其实慢 就是快 所以我们在质量和数量的 这种平衡选择上面 大家可以完全可以 多想着质量更重要 数量在质量面 这个比较当中 数量并不是最重要的 对确实是 像咱们这个 二十四是太极拳吧 简化太极拳 虽然做了一些简化 做了一些提纯 适合于我们这个 普通的学习 但是难度还是挺高的 那针对于这个太极功夫上 它就更难了 我看很多老师呢 他就是追求数量 把这么多套路学下来 但是呢 整体连起来以后 就没有太极的感觉 就是一个简单的笔画 所以孩子需要花这个细功夫 把每一个动作学好 咱们看看这个丽莎老师 丽莎老师是您的粉丝 她也是这个非常高级的 这个太极修炼者 请这个丽莎老师 谈的感想吧 很高兴 今天能看到 李辉老师现场 给我们讲一讲 然后今天最后结束的动作呢 也是我在习练中的痛点 因为有时候吧 毕竟小时候习练的是少林 然后现在呢 习练是太极 所以说有时候 在消失方面 免不了还是带着少林的那种架势 所以说今天看 李辉老师的演示 明白自己的缺点在哪里 同时呢 李辉老师的那个讲解的课程内容 确实让我非常受益 因为是 不管是一朝一世吧 同时一朝一世的来由 包括它的运用 就像我小时候学那个 少林那个大琴拿小琴拿一样 也就是说知识其所以言 也知道这个劲从哪来 手从哪去 这个非常好 非常感谢李辉老师的给我们讲解 谢谢您 这个谢谢丽莎啊 你是也是练了很多年的 这个太极爱好者 对 大家可以互相多交流 那个 关于 一些动作上面呢 或者是一些原理啊 权理权法一些上面的 对非常好 希望你下回在比赛有更好的成绩 好的 我从现在再仔细回味您没讲这个八讲的内容 然后我相信等明年第三届全球那个台积网络大赛的时候 我那时代打的二十四一定比现在打的要好一些 因为最近我录这个哈就是怎么说呢 从二月份家里装修到现在吧 刚刚结束 正好有那么三个来月没练了 正好又赶上我这儿三十号刚刚解封 所以说就匆忙录了一遍就递交了 我想我正在参与 我就想记录我当下最不好的那个动作 还不错 好多人说还是有太极味鼓励我 好 继续努力 争取就是明年的话 你从李辉老师这个八套公益讲座中受益 然后拿出新的更好的成绩来 好的 我一定努力 好的 加油 其他老师还有没有对李辉老师想说的话 现在咱们是面对面直面大师 非常好的机会 其他老师可以打开话筒直接提问 上面有十多位老师可以积极翻译 腾老师来了 我想首先要感谢一下那个李辉老师 那个为我们做了这个公益讲座 每一次我都觉得收获非常大 特别是今天讲的那个松腰 我觉得我的毛病呢 就是在那个松腰落垮 总是好像做不好 不管是打太极还是做气功 还是站庄的时候我总觉得有一股气在命门那个地方 好像得不到释放 所以呢今天听他讲呢 我会试着学着在 在那个沉下来 就说收获快 就说收获非常大 非常感谢李老师 不客气 童老师 对自己多这个体会一下 有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手放在这个命门的地方 就会自己稍微感受一下 就是不同位置 因为比如说你往前一点往后一点 就让他自己有一个 首先先有一个这个不同位置的感受 然后也是一个慢慢的过程吧 你有感受了细微的不同以后 才能够找这个什么叫真正松腰的 这个东西呢一定要感受 身体要有感觉的不同了 你才能够真正理解 那要不然它只是一个字面的意思 我们说就是 这个是理论上 但是一定要 自己有找一个能够感受的方法 现在就是 大家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 在能够练习当中 去感受一下 我这样做是不是真正松下来 你可以自己稍微 在手放在后面 稍微感觉一下 好好 我会练习的 咱们群里面有 有一个留言 就是在咱们表现室里的留言 王可吉老师说 感谢李辉老师的讲解 非常精彩 很到位 感谢欧洲太极 感谢宇嘉健主席 和王顺昌主席 好的 李辉老师明天你还要参加 这个英国的庆典是吧 是 是有节目要演出吗 是的 我们可以看到你的演出吗 这个暂时还不知道 能不能有人帮我们录呢 看看有没有学生在下面 能帮着录一下 如果要是咱们这个直播群里面 直播间里面有朋友 是刚好是在生活在英国伦敦 可以欢迎来现场来参加 给我们做啦啦队 一定要录下来 像这么宏大的场面 能去亲自参加真的是太好了 现在能够看到 是的 对明天也很期待 跟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 在伦敦感受一下 这个女王庆典的这个活动 我尽量尽量找一些朋友 能够在台下帮我们录一下 好的 有一位朋友问 李辉老师能否讲解 如何练习松腰 不知道这个在短时间之内 能否给他说一下 如何练习松腰 短时间之内 最简单的办法呢 我想这个松腰 就是刚才我跟那个佟老师 也是这么讲的 你要感受一下 就是你比如说 你这个把这个尾追骨 你这样提起来 你比如说你这样提起来 你感受一下 这个是什么感觉 然后呢 你在这个位置上 你在这个位置上 慢慢慢慢的 让这个尾铝 向下 或者是你感觉这个骨盆 或者是这个在向前 向前 你这样向 慢慢慢慢的 向前 向前 向下 向前 它会有一个变化 对吗 你应该自己在这块能够感觉到 后腰到这个尾铝的这个地方 它不是向后提 也不是向前提 它一定要是 橙的这种感觉 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办法 你就有最直接 最直观的这么一种感觉 比如说我们要找一个 这个中间的位置 我们先要找到左 再找到右 完了以后 再从左和右 在比较之下 去找到这个中间的位置 这个是最简单 和最直接的 对关于松腰和找维吕 这种变化的感觉 你可以试一下 好的好的 群里面有人发言 像霍丽红老师说 谢谢李辉老师的讲解 受益匪浅 辛苦了 丽莎老师说 谢谢李老师 蹄虎灌顶 细节讲解 聆听学习受益 谢谢您 辛苦了 好 李老师 那您也早点下线休息 还要准备明天的演出 祝您演出成功 期待看您的参与 这么盛大的节目 一定要录下来 好 好的好的 谢谢大家的祝福 谢谢大家的参与 感谢王胜昌老师 也是百忙当中 做了这么 就是做我们的技术 和主持 两个多才多艺的王胜昌老师 又是技术总监 又是咱们的精彩的主持 好 非常感谢 还有感谢咱们丽莎女士和佟老师 一起联合做这个直播活动 好的 谢谢丽莎老师 谢谢佟老师 谢谢李辉老师 好 咱们再见 下次再会 好 再见各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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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